我們請洪燦和委員發言 好 那請許部長 請許部長 貝巡 洪委員好 部長好 部長 其實我想這波疫情造成台灣 在產業跟就業上面的影響 其實我覺得在目前觀察起來 在這一兩個月之間 已經慢慢陸續的出現 而且這個樣態也越來越清晰 其實我目前看到的狀況是 這個衝擊其實是蠻兩極的 第一個是你其實對很多科技製造業 營造業來說 缺工 搶工 然後勞動力供不應求的狀況 其實也很明顯 但是對於這些服務業 觀光 餐飲等等來說 我們現在看到勞動部5月16號公佈的 最新的企業實施無薪假的統計裡面 現在看起來有2369家 那1萬5 1萬5的這個人實施無薪假 那是大概近期以來的一個高峰的高點 我說實話我自己認為恐怕實際上的數字是超過1萬5的 那所以其實現在有很多失業或者是無薪假的勞工 在這段時間他們會選擇去上這個職訓的課程 我想其實部長其實應該很清楚 那當然很希望說利用這段時間 在職訓之後 那有習得更多 這個學到更多重要的技能可以接下來可以返回職場 但是我們現在發現幾個事情 這段時間有蠻多的來澄清 這些失業或者是無薪假去上職訓課程勞工 現在遇到一個問題 很多的這些勞工在職訓課程裡面確診 如果他發生確診的像這樣的狀況 可是確診所以他沒有辦法在期限內 完成職訓單位要求的實習的時數 在這個期限內完成這個職訓單位 開課單位要求的這樣子的要求 那這個爭議其實很多這些參與職訓的勞工 他打電話去給分數 那希望分數幫忙解決 那結果分數都告訴這個勞工 對不起 你沒有在期限內完成這個時許時數 就算是沒有完成 所以你也不能補課 也不能退費 部長 這其實是現在很多我們這些勞工 失業勞工去職訓 遇到中途確診 遇到很真實的狀況 部長你覺得這個狀況合理嗎 報告委員 這種狀況當然是不合理 但是我們現在沒有這個狀況 怎麼會沒有呢 我們就遇到這樣的陳情啊 打電話去也是這樣子回應啊 怎麼會沒有呢 我請副所長說明一下 因為我們所了解的狀況好像跟 是 報告委員 如果是職前訓練的話 他可以用線上上課或是補課 而且不會影響他的生活津貼 我們現在那個 所長 我們現在在介紹街道的陳情裡面 就是勞工來 然後我們去幫忙 去詢問打電話過去 一樣就是遇到像這樣子的回應 但有一些可能不一定是勞動部 全部勞動部主辦的課程 但是還是有這個狀況 之前勞動部分屬的相關的分屬 辦的課程也有這個狀況 所以部長 我是覺得這個這樣子的情況 坦白說我覺得對於很多這些 可能失業或無薪假想要在這段時間來充實自己 來職訓的勞工來說其實是一件非常非常不公平的這個狀況 那我們現在看到幾個情況 那個下一張 勞工部其實是有一個職業訓練因應COVID-19防疫管理指引的這樣子的一份指引 但是他僅僅只針對防疫跟公衛上面的指引 他其實並沒有針對學員受到的這些權力保障上面的指引 所以其實他們可能這個很多相關的公司 或者是職訓的公司 他會安排說你要去公司實習或一些數科該有的時數 不然就沒辦法結業 所以部長 我其實是很希望 勞動部是不是可以在一個月內再制定一個相關的指引 來要求這些辦理相關的分數或者是職訓單位 其實應該要按照一些這個勞工部提供的指引 來保障學員的權利喔 不然其實我們看到的狀況 說實話我們辦公室接到很多這樣子的陳情 然後都是一個一個處理 一個一個單位的承辦 然後有些很為難 有些說沒有辦法 我們的規定就是這樣 我覺得這不能再用個案的方法處理喔 部長 這個包吾沒有問題 因為我剛剛講不應該有這種狀況發生 是 所以如果我們現在這個指引如果不夠完整 我們來訂一個有關於這個 學員的一個權益須知 權益保障須重 把它名定下來 我覺得這個部分先謝謝部長啦 可是我提醒部長 就像我剛才說的 其實有很多的職訓 他的主辦的單位確實不一定是勞動部 是 比方說你看像照福元 他的職訓的單位可能是衛福部 所以他一樣 像我們看到這個衛福部的這個 照福元的職訓裡面 他要求這一共是105個小時 最後30個小時 要到醫院或機構裡面做實體的職訓 所以我要麻煩部長一件事情 有沒有可能其實在一週之內 針對各個主管業務 主管其他主管的部會裡面 做一輪盤點 這些相關的 有主辦職訓的其他部會 包括衛福部 包括交通部 可能不同的部會裡面有職訓業務的 其實做一個整體的協調 來告訴他們遇到類似的事情 該怎麼做 該怎麼保障學員的權利 因為現在遇到很多 他這個學員 甚至他不能用退訓的你知道 他只能用離訓 所以他連這個保證金 他連這個退費都沒有辦法 做到這事情 大家很困擾 那也會覺得 我們的政府怎麼在對於 確診者的保障上面 是這種狀況 甚至大家想要很上進 很努力的去為下一份工作 找到更好的機會 都不可得 甚至會被傷害 甚至他們覺得 你是在懲罰我嗎 我覺得這部分請部長 不只是勞工部旗下的 諮詢業務 包括是其他部會的 都綜合的做一輪的盤點 然後綜合的一個跨部會的協調 不然應該沒有問題吧 我也沒有問題 謝謝你把問題點出來 我會一個禮拜內 請發展署名盤點清楚 然後兩個禮拜內就開會 大家把這問題 把它釐清 也告訴相關部會 有關於這些 直訊學員的相關權益 這部會要麻煩部長 因為接下來 看起來疫情還沒有到最高峰 接下來染疫的狀況 其實可能還是會持續 人數還是會增加 所以這種失業者 或者是無薪嫁的人 他染疫的狀況 我覺得接下來 我沒有看到會下降的趨勢啦 這部分就要麻煩 部長這邊好不好 謝謝 謝謝委員 好 謝謝洪燦 接著我們請吳疫情委員發言 最後一點 謝謝